《烈王纪相》第20章 阿兰王本哈达德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军队,带同32个王子,乘坐战马战车,前去围攻撒马尼亚。 他先派使者进城,来见以色列王阿哈布。 对他说,本哈达德这样说,你的金银全应归我,只是你的妻子儿女,仍归于你。 以色列王回答说,我主大王,就依照你的话,我和我的一切都归于你。 不料,使者们又回来说,本哈达德这样说,我已派人通知你,将你的金银和你的妻子儿女全交给我。 谁知,明天这时,我必派我的仆人到你这女来,搜索你和你仆人的房屋,凡他们看众的东西,都要随手拿去。 以色列王将国内所有长老召来,说,你们想想看,这人的要求是多么无理,他先派人要我的金银,我没有拒绝他,现在竟有派人来我这女,要我的妻子儿女。 众长老和全体人民对他说,你不要听从,也不要应允。 因此,他对本哈达德的使者说,你们回去告诉我主大王说,你第一次派人向你仆人所要求的,我必传照办。 至于这另一要求,我却不能照办,使这谁回去,向本哈达德回话。 本哈达德于是派人对阿哈报说,如果撒马尼雅的尘土,足够跟随我的人每人找一把,愿众神明严厉,且加倍严厉地惩罚我。 以色列王回答说,有句俗话说,配戴武器的人,不可像射去了武器的人那样自负。 本哈达德德和众王正在帐外喝酒,一听见这话,就对他的神伯说,列队进攻,他们即刻列队攻城。 这时,忽然有一个先知,来见以色列王阿哈报说,上主这样说,你不是看见这支强大的军队吗? 今天,我要将他们交在你手中,叫你知道我是上主。 阿哈报问说,值着谁,先知答说,上主这样说,值着众省长的少年军人。 阿哈报又问说,谁指挥作战,先知答说,你自己。 于是阿哈报检阅了中省长的少年人,继有232人,然后又检阅了所有军人,即全体以色列子民,共7000人。 到了中午,他们出发,那时,本哈达德正和协助他的32个王子在帐中喝酒。 中省长的少年军人首先出发,本哈达德派出的探子回报他说,有人从撒玛丽雅出来了。 他谁吩咬说,如果他们前来,是为求和,将他们活活捉住,如果他们前来,是为交战,也将他们活活捉住。 中省长的少年军人和跟随他们的军队冲出城来。 各个见人变杀,巴兰人逃走,以色列人在后面乘势追赶,巴兰王本哈达德急速上马与骑兵一起逃走。 那时,以色列王出来,努力了许多战马和战车,使阿兰人大败。 那位先知前来对以色列王说,你要发奋徒强,留心认清你当作的事,因为明年春季,阿兰王必要再来攻击你。 阿兰王的神博对阿兰王说,以色列的神是山神,所以他们比我们强,但如果我们在平原上与他们交战,我们必会得胜。 这是大王应该作的事,废除众王子各人的职位,令立军长代替。 照慕新军,补充所损失的军队,照数补充战马战车,然后再平原上与他们会战,我们定能战胜他们。 阿兰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,就这样进行。 过年以后,本哈达德检阅了阿兰人,想到阿费克进攻以色列。 以色列子民也动员起来,回带君娘,出来迎战,以色列子民在他们对面扎刑,好象两群山羊,至于阿兰人却遍地街市。 天主的人又前来对以色列王说,上主这样说,既然阿兰人说,上主是山神而不是平原神,所以我必将这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你手中,叫你们知道我是上主。 以色列人和阿兰人相对扎刑七天,第七天上,就交鸟战,一天之内,以色列子民杀死了十万阿兰步兵。 其余的人都逃入阿费克城内,城墙倒塔,压死了残存的两万七千人,本哈达德也逃入城内,藏在极严密的暗室内。 本哈达德的神博对本哈达德说,看,我们听说以色列家的君王,都是仁慈的君王,请你让我们妖女促上麻布,头上是想承索,去见以色列王,或者他会保存你的性命。 于是他们妖女促上麻布,头上是想承索,去见以色列王说,你的仆人本哈达德说,求你保存我的性命。 阿哈达德说,他还活着魔,他是我的兄弟。 这些人认为这话是个吉兆,急忙走住他的话说,本哈达德确是陛下的兄弟。 阿哈达德说,你们去领他来,本哈达德便出来参见君王,阿哈达德请他上了自己的车。 本哈达德说,本哈达德对君王说,我父亲从你父亲手中抢去的城市,我都要归还给你,并且你可在大马市格设立市场,如同我父亲在撒马尼雅所设立的一样。 阿哈达德说,我就根据这条约放你走,这样,君王与他定立了条约,放他走了。 那时,有个先知的弟子奉上主的命,对自己的同伴说,请你打我,那人却拒绝打他。 他就对那人说,既然你不听上主的命,看,你一离开我,就有一个狮子把你咬死,那人一离开他,果然路上遇见一只狮子,把他咬死了。 以后,先知的弟子又遇见一个人,对他说,请你打我,那人就动手打他,将他打伤了。 先知便站在路旁,用头巾遮住自己的眼睛,等候君王。 君王从那里经过时,他便对君王呼喊说,你的仆人出来交战,忽有一个人转来,给我带来一个人说,你要看守这个人。 倘若失踪了,定要你替他尝命,或赔偿一塔冷通银子。 你的仆人正在东王西乱时,那人不见了。 以色列王对他说,这就是你的定案,你已经自下判决。 他于是急忙拉下他遮眼的头巾,以色列王才认出他原是一位先知。 先知对君王说,上主这样说,你既然亲手放走了我所要消灭的人,所以你要替他尝命,你的人民必要抵上他的人民。 以色列王门门不落地回了撒玛丽雅,进了自己的宫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